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 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我还是说 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系列 有关于神责备法利塞人的 这一系列的教导里面 我们找到一面镜子 我们不是幸灾乐 或者说耶稣骂他 而是主啊 我在这里面也看到 如果我的生命里面 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 甚至我可能也落到 这样的光景里 谢谢主 它是光 它不只是照亮我的生命 让我看到 我这里有点脏 我这里有点问题 我这里不好 它是光 光进来 黑暗就出去了 神的道 不只是指出我生命的问题 它改变我们的生命 奉主的名祝福你 但愿这些 耶稣所有的讲论 在我们的里面 成为那个改变的力量 神的道 是带着改变的力量 因为祂的道是真理 耶稣继续地提醒当时的 责备那些法利塞人 他说那些法利塞人 他们太喜欢做师傅 做教师 喜欢教导别人 然后他们就去研究圣经 研究的东西 然后教导别人 然后就说你这个不对 你那个不对 但是做教师的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有的教导都在告诉别人 一个价值观 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 一个价值观 这个世界有一个价值观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属天的价值观 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 比如说这个世界里面 常常讲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不是这样 是以善圣恶 我求主神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有一个 从圣经而来 从十字架的救恩而来的 一个属天的价值观 法利赛人喜欢做老师 到处喜欢教别人 但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教导是错误的价值观 比如在这里 耶稣指出他说 他说你们教导别人 说指着圣殿启示呢 算得什么 指着圣殿里面的 那个金子启示呢 哦那就很重要了 他说到底什么 是更重要的呢 是圣殿 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 到底是圣殿比较重要 还是那个圣殿里面 那个金子比较重要 他们给一个世界的价值观 金子是世界上 所有的金属当中 可能是非常非常尊贵的 至少在当时的世代 可能这样认为 那是最尊贵的 哇金子比银比铜 都有用 金子他们给一个价值观 是一个属世的价值观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 是一个属天的价值观 我还是说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天读圣经 我们在教会里面 听传道人传讲圣经 我们在小组里面 讨论圣经 最重要的不是留在字句里 而是从圣经领受一个 属天的 对的价值观 帮助我们 如果有机会跟别人分享圣经 恩待我们 不会给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